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左手边还有一队人在不停的打斗的 我们看这个枪声啊 左右两边都有人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 左手边的话是想进圈 那我们这里看能不能去摸一下 如果能摸掉一个人就赚一个 如果摸不掉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顺着他们刚才的路进圈 这样的话其实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而且我们等一下还可以继续的去偷他们的一个屁股 这里再去观察一下 场上还剩下七个对手 应该是两队人在互相交战 这时候我们是毒狼的话 就千万不要着急的开火 确证一下双方的一个局势 对方是在打的不可开交的情况下 我们去偷人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对方还是在打斗 我们先把一个给放倒 而且我们看到经典烟里面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人的 这里再次去切换一个红点直接扫射 我们最后的话是只需要把场上 六个对手中的两个人给解决了 这就是一个毒狼在决战圈的时候 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一个人去灭整个队了 这样的话除非你的个人实力可能比较强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还是需要去找一个侧面 去等双方交战的时候 我们再去偷击 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玩法 OK 每天更记得精彩好玩的视频 有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拜拜